要加强的不止防疫还有教育 因为台湾的东南亚新住民越来越多 但是呢这个下一代却不会讲母语 今天呢就有场研讨会呢 有专家学者探讨新住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希望呢能够借由跨文化的教育 让这些孩子们能够更认同自己还有母语文化 小朋友开心的踢着足球玩得好开心 近十年来随着新住民定居台湾后 来自新住民家庭的子女越来越多 2014年统计平均每八名小学生中 就有一名是来自新住民家庭 新住民教育也是未来教育部要发展的重点 未来的十年国家当中 新住民的也能够当作孩子的一种语言的学习之一 本国的学生教育有兴趣我们也不排斥 教育部打算在国中小拿入母语相关课程 希望让新住民的孩子都会讲母语 也能够认识自己母语的文化 听到这个政策让新住民妈妈也非常支持 现在小孩都学越南话之后 以后就是回回去那边工作 比较有前途 除了江新住民小朋友母语之外 不少学者也认为 目前台湾社会还是有许多 对跨文化族群的偏见 应该要导正整个社会的观念 母语的母亲的文化 没有受到她应该的重视 甚至有的时候她可能会被 她隐藏在社会里面 她很怕别人有些歧视的眼光 我都觉得对这个社会 或对这个孩子都是不好的事情 从教育着手 教导学生尊重多元文化价值 也让新住民第二代以自己的出身为荣 东南亚的新住民文化 才能彻底融入台湾社会 有点TV王世凯赞月轩台北报导